上個星期的重點大概回顧一下 上個星期的話是第二次上課 主要的話我們還是針對文字與資料函數的範例 裡面的話當然我們就是主要針對綜合練習的最後的工作表 如果我希望把一個手機號碼串接起來 應該還記得吧 手機號碼的話基本上上個禮拜還有存檔案 存檔有沒有一個驚嘆號 還記得存檔一定要記得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將來圖示的話一定會有一個驚嘆號 或者如果你看不出來到底哪一個人 你會發現變兩個 另外一個方式你可以從檢視裡面把副檔名打勾 其實除了看圖示之外 你還可以看那個副檔名 副檔名的話呢 如果啟用聚集的活業部的話 那它的副檔名一定是XLSM 有沒有 多一個M 那如果假設說呢 你沒有這個VBA的部分的話 那理論上呢 大概是會舊的版本 2003以前是XLS 那如果2007以後的版本的話呢 那副檔名率是這個啦 XLSX 特別注意喔 那這個就差別在一個X變成M 那假如說你上個禮拜沒有存檔 正確的檔案格式的話 那當然你下一次打開 很抱歉你的那個VBA全部都會消失 但是Excel的公式不會消失喔 OK 所以這個部分會影響的喔 其實就是在什麼 在你那個VBA的部分 那假設說你上個禮拜那個公式啊 像這個公式都不影響 會影響的就是這個地方的那個 我們好像寫了幾個吧 包含這個清楚有沒有 按下去 那這邊就瞬間不見 按下手機 這邊就自動幫我把公式加上去 那這個地方的話怎麼做還記得吧 所以上個禮拜其實基本上 我們就是先做了幾個動作 第一個呢就是把那個什麼 開發人員的標籤 這個東西在哪裡 就是在上方 有沒有 這個地方不是有個什麼開發人員對不對 那一般人的電腦 其實是不會打開這個啦 開發人員的選項 為什麼因為它這個功能 看名稱就知道了 主要是針對所謂的開發人員 那開發人員主要就是讓你可以寫VBA程式的地方 或者你可以錄製聚集的地方 或者你要加按鈕的話有沒有 還記得吧 這個錄製在這裡 然後VBA在Visual Basic在這裡 那如果你要加那個按鈕的話在這裡 還記得吧 上禮拜一下子講了還蠻多東西的 那最重要其實不外乎就錄製聚集 不外乎就是把那個程式打開 那不外乎就是加按鈕的話 有沒有像這個按鈕 其實就在這裡 所以盡可能的有時間把它稍微熟悉一下吧 這個當然你做熟了 其實都覺得很很快的 其實就沒什麼 但是如果你假設不太熟 我是建議你這個動作是多演練 回去的話可以把這個開發人員打開 打開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從這個上方的箭頭其他命令 這邊有個制定功能區 就會有個開發人員 這個打勾就OK了 好 那理論上一般人是不太會打開的 那如果你打開的話 也表示說你進階到所謂的開發人員的行列了 對不對 OK 那跟各位講 以往如果沒有AI的時代 再學這個VBA的程式 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那你要把VBA學好 光那個程式嘛 這個你要把它寫出來 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更不要說你要寫Function或者寫Sub 有沒有 那當然我們上個禮拜其實沒有自己寫 而是透過什麼AI幫你寫出來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一定要先知道說 整個環境怎麼叫出來 那將來呢 再透過這個AI幫你產生程式 那產生程式之後 你也要知道說 這個程式它給你的程式嘛 你要把它放哪裡 特別注意哦 前面好像都跟各位很強調一件事 如果將來你要把程式拿來用的話 你至少你要知道貼到哪裡 貼的位置呢 一定是貼到模組裡面 所以假如說呢 你這個模組裡面是沒有 是空的話 還記得吧 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在這個範圍之內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按右鍵有沒有 插入一個模組就可以了 如果假設已經有的話 你就把它打開 點兩下打開 把這個程式呢 直接貼上來就可以了 OK 那貼完之後 那當然呢 這個模組我看一下 我上個禮拜好像有兩個嘛 你想說老師為什麼有兩個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好像 Module1是我們自己按右鍵插入的 有沒有 然後Module2的話怎麼出來的 Module2其實是我們透過什麼 透過錄製的有沒有 那錄製劇期的話 它基本上它幫你做什麼 第一個啦 反正你錄製劇期 它一定會先幫你插入一個新的Module 所以將來呢如果假設你要找那個 你錄製劇期產生的程式在哪裡的話 很簡單嘛 一樣 Visual Basic 打開之後的話看一下 理論上呢 如果是Module2 你在錄製應該會變Module3 再錄製的話變Module4 那打開之後的話呢 那個劇期的部分 一律是用Sub OK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假設說呢 你要產生Function 就所謂的制定函數的話 是沒有辦法透過錄製劇期產生的 OK 這一點要特別記一下 這個蠻重要的 那也就是說啦 到底VBA裡面呢 它呈現的方式 它的形態 其實主要就兩種 所以我上次剛才一直強調 它的形態一種是叫Function 一種是Sub OK 那如果將來呢 那我們問問題 上個禮拜都有問 問了之後 那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請特別特別的注意 如果你要執行 假設你是按鈕的話 一定只能夠去執行Sub OK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這個按鈕的話呢 對應關係 像這個手機我可以按右鍵 如果你要重新指定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指定聚期 那這個好像我 這邊有個手機 我們好像是指的是這個 那這個聚集指的就一個Sub 那這個程式在哪裡呢 你可以從VisioBase裡面找一下 其實應該會有一個Sub 叫手機吧 對就是這個 所以其實執行的話 理論上就是執行這個Sub 也就是將來呢 如果假設你有一個Sub 那你就可以對應一個按鈕 OK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說你要執行這一個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增加一個按鈕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它就會去執行這一些動作 OK 所以特別特別小心 那你說 那Function可不可以變按鈕 一律是不行 那你說這個Function要怎麼執行呢 你只能透過插入函數的方式才能執行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特別注意 OK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做的啦 所以這個可能回去還是請大家 再把 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知道是有些地方 還是不知道沒關係 回去 請各位 再把這個影片稍微看過 下方就會有一個YouTube的播放清單 有沒有 那裡面的話就有 我上禮拜講的七個段落 一到七啦 每一段 但是上禮拜有一個 有一個地方比較有問題 第四段好像沒有聲音 好像錄製的時候 那個webcam 那個錄音設備 不知道是怎樣 它好像就故障了 OK 所以我今天就換了一個新的啦 我想說 這如果有點不太 每次如果差一點點 我都覺得 所以有時候webcam 我每個學期都要換一個 我加了好多webcam 我每一個也把它試試看 之前買的那個反而比較貴 然後買最貴的反而好像不太耐用 可能貴的不能帶來帶去 所以我這一次買稍微低階的 試試看好了 看起來好像就是前面這一個啦 不過它有個缺點 我今天才發現它線太短了 它沒辦法拉到上面 所以我今天只能夠放在旁邊 所以將來你們看到 可能不會是正面的 可能會是側面的 應該不影響啦 之前有同學甚至跟我講說 老師你不出現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不出現 但有些同學說 老師你不出現 感覺好像沒有上課的feel 所以老師你還是出現一下好了 像我感覺有看到你 我感覺我有在上課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好像都可以啦 只是說錄影的話主要是幫大家 可以很快的在學會 那其實學習本來就不是需要那麼困難的 而且那麼痛苦 有沒有其實蠻快樂我覺得 像有AI你會發現 哇以前寫那個程式 簡直不得了 有沒有像上個禮拜做這些動作 但是有了AI之後的話 你其實說真的 你什麼事也都 不是也不是什麼事 你只要知道說呢 怎麼樣操作Visual Basic 有沒有 把這個程式貼到應該貼的位置 那你這些事情 這真的就解決了 那你說老師 可是還是有一些小bug怎麼辦 沒關係 跟各位講 就是程式如果出錯誤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這段程式怎麼樣 直接再貼到ChargeBT上面 然後呢跟他講說 請幫我除錯 有沒有 或者是請幫我檢查錯誤也可以啦 其實除錯就檢查那個程式的錯誤嘛 然後呢把程式貼到下方 我跟你講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幫你找出來 我很多時候 以前我幫同學看bug的時候 我真的就自己從頭看 看好久 因為畢竟人腦不是電腦 而且很傷眼力 後來我現在發現AI就可以代表了 直接馬上告訴我 哇嚇一跳 程式那麼長 他馬上可以告訴我說 程式哪裡有出錯 真的太厲害了吧 所以我覺得有輔助工具 你就盡量試試看嘛 這個第一點 所以 AI除了可以幫你產生程式之外 他也可以幫你檢查錯誤 OK 第二點 還有哪些衍生性的 我建議各位 如果假設你說老師 這個程式我實在看不懂 不過上面不是有註解 對 那你說老師 我註解還是覺得太簡略 看不懂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把這段程式碼怎麼樣 一樣貼到AI 那跟他講說 請幫我詳細解釋 這個下方程式 或者你就不用下方程式 你就請幫我詳細解釋程式好了 然後就把這段程式貼上去 Enter或送出 我跟各位講 他解釋的比教科書還清楚 有時候解釋的有時候太清楚了 你說老師有些地方他還是沒有 沒關係 你再把你看不懂的地方有沒有 再貼上去 然後請幫我再詳細解釋 他解釋的真的越來越清楚 所以我覺得啦 光這些我覺得有很多東西說真的 就不太需要了吧 OK 就像你電腦的書啦 我覺得電腦書你買了要幹嘛 裡面的東西你看不懂 你也沒辦法問 也沒辦法解釋 你買了放在那裡 你又覺得花了錢 然後看不懂覺得浪費 那你要把它丟掉又不捨得 說真的啦 我建議學程式去買書真的不太聰明 真的 尤其一般因為那些書真的寫得太難了 一般你根本看不懂嘛 OK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把電腦學好 其實找AI就對了 OK 所以那個AI目前能夠幫你做什麼 我歸納出來幾點 第一個可以幫你產生程式 第二個可以幫你除錯程式 第三個可以幫你解釋程式 這三點就很厲害了 就不得了了 光以前我們學程式學這麼久 光要做到這以上三點 那不知道多久之後才有辦法 可能沒有個五年十年 我看五年十年還不見得很厲害 但是現在AI已經可以瞬間幫你完成 所以我覺得你只要善用AI 很多事變簡單了 另外最後再提最後一項 其實另外有一點我自己用的還蠻好的 第三個它可以幫你翻譯程式 比如說你現在學的是VBA對不對 那現在目前最夯的程式應該叫Python 現在很多人都學Python 但是你說Python 反正就寫程式 那可是問題你不會寫Python 但是你希望把同樣的東西 轉換成Python的話怎麼辦 很簡單 請幫我轉換成Python程式 然後把這一段貼到它的下方 真的厲害 貼下來之後它真的就幫你把Python 上次寫出轉換出來了 然後你再把轉換的結果貼到Python去 Round就OK了 真的太厲害了 Python都不可以 都可以啦 所以我是覺得學程式 你如果有AI的時代 真的你的思維方式是真的可以完全改變 但是基本功還是要 比如說你要貼哪裡 你不要完全都不會 所以你應該學的重點 可能就慢慢可以改變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主要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今天的話 我們延續 其實就是把上個禮拜的東西 換一個範例好了 所以請各位一樣把那個範例檔案 直接開這個好了 有沒有 底下在01底下有一個叫151開頭的 截取瓜糊中自串 應該顧名思義吧 應該可以知道 這個就可以先關掉 這個我把它關掉 那所以請各位再開這一個 151截取瓜糊中自串 然後啟用編輯一下 接下來的話 打開之後 其實這一題的重點就是這裡 OK你們看一下 其實請你把B2一直到B10的這個區塊 把它delete掉 OK 那Ctrl Z的話復原 你應該可以看懂它的需求 其實這個已經做好了 這上面已經有幾個函數 已經大概提示一下 就是要把這個問題 用這三個函數來完成 那主要 以前如果沒有AI的時候 哇 那不得了了 要怎麼辦 那其實這一題就是說 如果有刮糊對不對 你要把刮糊裡面的文字 放到B欄 但是如果沒有刮糊呢 那還是保持空白的 那這要怎麼做 每一個 那以前傳統的方法 就點兩下吧 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但是呢 如果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說 該怎麼做的話 這個當然你可以 至少你要會用一個函數叫MID MID函數的話 就是在插入函數裡面文字 文字裡面的話呢 好像我們之前有做過用MID MID MID就是MID 中間算起來幾個字 有沒有 所以這個MID函數 它基本上會跟你要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哪一個字你要切割 這個字 就是A3 那要從第幾個字開始 我要從1、2、3 有沒有 刮糊的下一個 應該是第幾個 1、2、3 第四個字 大家問你說 從哪個字開始 STAR NUMBER NUMBER CHASE是要幾個 要5個 OK 你會發現 它就幫你把 這個第三屆冠軍取出來了 但是你說 如果你按確定 假設你現在把它向下填滿會成功嗎 當然不會成功 為什麼 因為刮糊的位置 不確定 還有刮糊裡面的字的長度 也不確定 所以有這兩個不確定因素 那怎麼辦 OK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不好 怎麼樣 針對這個問題 透過AI幫我們完成 請各位先試一下好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一樣 就是 我們會先 用Excel的公式先完成看看 然後再思考用VBA完成看看 OK 或者是說 順便練習一下錄製劇集 反正呢 就是 換個方式解決問題 那解決的重點 就是透過AI 試試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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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